嗨喲聊四季天天的不星 大家好 我是Lay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就像賽爾特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地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的文明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羅車 一開始就有一台免費的 所以就會看到開局這個羅車 就會在地圖上走來走去 那這台羅車是沒有辦法去訓養動物的 所以看到民養的話還是要讓自己的適合 去把這個羊羊帶回家 避免被帶壞 喬治亞人他的強化教堂 可以讓強化教堂附近的 19個村民的工作效率提高10% 這也算是他的唯一的經濟加成 喬治亞人後期有莫娜4% 這個抱團騎兵 只要每5隻的騎士或莫娜4% 就會加了一點攻擊力 所以到了後期的喬治亞人 莫娜4%最高攻擊力可打22攻 而且這個單位造價非常便宜 當然血量也是少了一點 喬治亞人主要打的方式 還是打步兵跟騎兵 攻兵路線稍微不太行 但是也有一些路線打法 是打重裝馬弓的 但是他的馬弓路線也沒有拇指環 所以他玩起來還是有點偏難玩 但他的優點是馬弓也會自動回血 接下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最大的特色 是伐木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他的步兵動速度也是最快的文明 工程器的血量跟攻擊速度 也是最多跟最快的文明 賽爾特人打法比較偏向於步兵 配上工程器為主的文明 工兵單位不太行 戰毛兵也沒有三級色 不過以一些特殊情況來說 賽爾特人該轉戰毛的時候還是要轉 所以不要頭太條 堅持不轉之類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配置 這場比賽是 卡普奇對上MBL 兩位玩家最近在天梯上打了非常多的比賽 剛好捕獲到一些覺得蠻精彩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目前看到MBL 這邊是三個人伐木的配置 三人伐木 然後其他人全部採肉 這個是上億人吃豬肉 其實有點多人 那鹿肉的部分現在才看到 他比較晚找到這個鹿 但沒有關係 這邊就趕快先吃野豬 還有這個下放鹿群 那賽爾特人的經濟配置 其實配到三木跟四木 這個時候是有點多的 那通常會打這麼快的一個P數 有可能是要來打裝甲步兵 甚至要打一個極限小弓 都是有可能的 那賽爾特人為什麼適合打小弓 是因為他這個文明 伐木速度夠快 木材或許是很充足的 所以有一些賽爾特的玩家 他們會用在封建時代 打這個小弓 用自己木材有優勢 木材就可以少配一點 然後基因多挖一些 趕快有買賣上城堡之代 然後打這個升頭戰術 這種策略也是有的 當然在這個高端場上 並不是那麼常見 因為這一招其實有個弱點 因為他的弱點就是 很容易被對方的 騎兵單位給壓制住 好 那這邊是打一個 21匹小弓開 應該是小弓喔 我也去按棒棒 這裡不打棒棒也有個原因 是因為他的路群太穩找到了 只能趕兩頭路 這裡就你這樣趕快出門了 再不出門就不知道對手裡 是賣什麼是賣什麼藥 賣什麼葫蘆 好 看到這邊小弓 待會還是要補一下嗎 上場比賽我也是沒有看中間的 大概結尾稍微瞄了一下 覺得打得還蠻精彩的 好 那果然是補了射箭場 一級伐木跟一級農也補下了 好 這裡左人伐木 而且是雙伐木 我補到第10個 這麼多人 難道有可能是雙射箭場嗎 這裡槍兵 按了一下 小弓塔這裡也是選擇了工兵開局 兩邊都是走一個渡攻路線 那這邊賽爾特人的優勢就很大 現在有這個伐木上的優勢關係 所以他這邊農鐵可以撒得再更快一點 好 下一個兵工場 上面稍微圍石 待會這裡也不確定會不會直接圍到底 在這裡的空地還是蠻大的 這邊工兵過來看到肉馬往後拉走 但MBL好像沒有看到的樣子 喔有 應該是有看到了 他只是裝作自己沒看到 這邊轉出了不是小弓 而是轉出毛兵 一樣兩個人再繼續挖金 這邊農田繼續灑 灑出了大概快12片田了 現在目前的年平是10片田 以14分鐘這個時間點來看 算是蠻快的 好那這邊是按了一些毛病 好那目前看到喬治亞人 這邊是已經12片田了 兩邊應該是差不多12片田左右 可以11片跟12片 好那賽爾特人 這邊要戳一下 OK 戳到 兩邊都是小打小鬧 出個毛兵 弓兵 稍微嚇嚇你 兩邊都不要動真格出兵 下方的弓兵 抓到這隻村民的機率非常高 但是後方的毛兵已經來了 應該是沒有辦法 MBL這邊防守還是做得不錯 沒有出現太大的防守失誤 好上方打算維持補了一個市集 好這裡補了一個市集 但是村民沒有去蓋 這樣就拖到他上城堡時代的時間了 因為我們剛剛說這套打法 通常會要補這個市集 去補下肉類 才能快點上這個城堡時代 看起來這市集是用不到了 黃金直接省下來 待會打生頭也是用得到的 生鋁跟頭死測 吃的東西是木材跟黃金 所以他這邊買賣一波 其實也是蠻上經濟的 而且他買賣上去買肉 也不知道是要出什麼 出騎士可能出個一兩隻 也不知道需要買太多肉出來 好那如果是打步兵的話 那可能就可以考慮買肉了 現在這個情況買肉依依也不太大 先開TC或開城鎮中心 修道院更為重要 還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那這邊看到喬治亞士 先出了幾隻騎士 上前解決掉了前方的長槍兵 後方的毛病也要被解決掉 殘血的肉麻能夠處理掉嗎 差個兩刀 槍兵過來第一時間應該是要 升級重裝長槍兵才可以 好 先剩一個重裝長槍兵了 剩下的小工已經解掉了 前方果然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沒有開城鎮中心 那待會這個高地可以再補一個修道院 這裡有個洞喔 這個洞真的是看不到欸 真的覺得把這個市集 蓋在這個高地上很容易出現這種奇怪的洞 所以這個大型建築物 還是要建立在這個山坡地上比較好 連這個頂尖的職業選手 都會出現這個漏洞 說不成了漏洞帝國 就是這樣來 連職業選手也難討漏洞遊戲 好 這邊抽掉 好 後來是打一個生頭 攻擊速度很快 那血量加成部分呢 要到地龍時代點下金冠 賽爾特狂熱才會增加血量 所以在這個階段來說 喬治亞人要打賽爾特人的話 點救個救贖思想或投石測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投石測的部分呢 目前對方是高打低喔 而且他攻擊速度比較快一點 尤其在平地上 他的投石器才會有可能跟對方 比請平坐 喬治亞這邊果然是點下救贖思想 還有點下神聖思想 進行反制了 好 那有點下神聖思想之後呢 這個老頭就可以扛住 一發投石測的傷害了 他就不會一發倒 好 這邊果然有老頭招搶一下 但是貨方 欸 稍微卡鬥一下 很危險 直接往後拉 他剛剛其實可以招搶然後馬上換目標了 就不用這樣斷招搶 當然他會怕 卡布奇會怕 其實不應該這樣招了 我覺得他有點 尷尬 尷尬 這邊高打低會一發死 剛剛說可以扛住一發喔 但是 他要帶敵地才可以啊 他回到高地反擊的話 那就已經當別論了 好 那這邊MBL點下了新科技喔 這個奉獻 這個叫前程不叫奉獻 之前有人說這個是奉獻 先來證明喔 官方證明是叫前程 就是四季立國的翻譯喔 每次民間翻的跟官方翻的喔 差不多都是不一樣的 這也是四季立國蠻好玩的地方 唉唷 中了 好 這邊兩邊都是一對一的擊殺 但橋架這邊是3TC開弄 所以現在用老頭夾住前線 然後用3TC農出了非常多的農田 經濟的優勢非常巨大 那這個時候 通常可以去挖個石頭 反擊一下這個投石車的壓制 這應該找到喔 OK 兩台投石車被招降到 但是上面的投石器那是高地的關係喔 所以沒有被反擊成功還活了下來 所以現在看不起老頭著想的細節喔 就是要等對方的工程器到這個平面喔 這樣你著想 如果他回到高地的話 就可以高打低 依法投石這些老頭了 這算是比較 一般的玩家會被忽略到的一個細節 好 那這裡有挖石頭嗎 那來看一下喔 石頭部分被控制住在前方 另外一個石頭樹在這裡 OK 終於要來挖石頭了 那個喬治亞人這邊喔 也可以選擇先點帝王時代喔 再去轉出騎士 那這個風險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這邊賽爾特人轉出了大量的松蘭武士 是有可能會被秒殺掉的 所以這邊就要看喬治亞 會不會先再轉一些騎士出來 但他這邊好像沒有要轉騎士喔 轉的還是老頭 這邊用著想的方式想要獨止 但是一發投石車就會打到老頭的壓力 讓他不得不把這個老頭全部往後拉 繼續著想 但是全部斷著想 這邊雖然閃的很不錯 但是被砸到了一隻老頭 應該可以著到三台 投石車沒有問題 一台兩台三台 解決掉自己著想那一台 有點操作失誤 但沒有辦法 這邊投石車砸到兩發後方的長香兵 前面老頭還在招翔 但是又斷了招翔一次 這個有點難招 直接按了Delete取消 MBL最後損失了四台投石車 但是對方的老頭 還是沒有全部收光啊 好 那MBL這裡也沒有打算 要挖石頭開始爆這個松蘭武士 喬治亞這邊就會先點帝王時代了 上帝王時代也挖出城堡 開始出這個莫納斯帕 是會更好的一個決定 那待會第一根堡 一定要蓋在這個前方 那個錢包要是拿得下來的話 城堡蓋在這裡 這樣石頭就會確保 自己的城堡數量就可以夠多了 那在這次的改版裡 喬治亞人也被nerf了一些 他這個團隊加成修理城堡的效果 變成只有減少25%的修理費 而不是50%了 下方這隻肉馬過來偵查一下 看到自己騎士 欸 原來你在那邊偷啊 石頭啊 那目前老頭也在往前給對方壓力 這邊想要吸引騎士過來 用後方的老頭來招翔 有機會招翔到嗎 走走走怎麼奇怪 好 最後還是招翔到兩棟房子 好這邊轉出了肉馬 賽特人肉馬過來 但是老頭收進去 來不及 這邊分批兩頭 兩對老頭 但這裡沒有打算要先買一根寶嗎 這裡石頭吃 其實買個石頭趕快硬蓋會比較好 OK買200石頭硬蓋 所以剛剛把這個騎士支走之後 就可以趕快來蓋城堡了 好這邊清洗兵 第一時間收掉了三個老頭嗎 兩個老頭而已 OK 好兩個老頭在後面招翔順利招到了 後面槍兵過來想要解 但是城堡快要蓋好 來到了70% 但是MBL直接壓在你臉上 好下面這根寶我就不理了 但我理這根寶 這邊槍兵也不管 隨意打 好騎士再往後衝 想要再收一隻老頭 但是沒有收到 好把城堡堡在了後方 又買了一根寶出來的樣子 好兩根城堡 這個趕快散劇情投資機 那MBL在裡要用前方的城堡去爭取時間 那喬治亞可以趕快把騎士送到後方 也去趕快讓對方沒有辦法順利的 升到這個城堡時代 帝王時代 那為什麼把騎士往後送就沒有辦法順利了 那會讓MBL被迫按一些牆壁 只要讓MBL多消費一些肉量 就會比較難上 那MBL這邊透過買賣一波 把資源買到了一千肉跟八百黃金 順利點下了帝王時代 那喬治亞這邊是點下輪軸技術 跟二級的馬凱 攻擊力的部分呢 二級攻還沒有點下 這裡可以趕快補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邊補個三級防 會不會更好 畢竟帝王時代二攻也還沒補 先補個防禦如何 好 待會去騷擾城的中心 壓力會更小一點 壓力會更小一點 好 前方城堡拿掉了 後方老頭 要放出來著想了 OK 三級馬牌果然先補了 那為什麼我們頻道會說 近戰單位要先補攻擊力跟防護力這件事情 其實是要看情況 你帝王時代已經先上去 二級防也都已經有的情況 三級防先優先投資喔 肯定是不會錯的 那三級攻的部分呢 當然是 如果你是同時二防或二攻的話 那這個情況我會建議先投資三攻 但它是二防已經有的話 那就投資先三防會更好一點 好 這個都是 就是高手的邏輯思維是這樣子 原因是什麼 主要可以想像的到是 對於對方城鎮中心來說 騎士的坦度才會各 少了三防的話 坦度不是很各 騷擾一下就會被這個城鎮中心給解決掉 好 那這裡補下第三根城堡 那這根堡是稍微空到了黃金的地方 但沒有空到這裡城鎮中心 好 上方補了一個 城鎮中心 但是MBL出了非常多的槍兵 莫拉斯帕自己被戳爛了 這根城鎮中心可能是有機會蓋得好的喔 好 前方的老頭也在努力著想當中 對方出了一些肉麻想要解掉 但老頭們還是順利的活了下來 好 上方的莫拉斯帕已經全面被戳爛了 剩下一些槍兵在上面防守 但正面的城堡可能又要被收拾掉 如果MBL被打掉這麼多的城堡 待會出收藍武士就會有壓力在了 就會很難出 而且巨型頭司機也會有量產困難的可能性 那現在是COPSH這邊的連環城堡壓力 好 MBL這邊強兵數量非常多 而且升級了擊兵 這邊擊兵出莫拉斯帕非常快速 哇 這是三槍一隻莫拉斯帕嗎 好 看起來有點像耶 怎麼這麼痛 好 當然喬治亞他是有火槍的文明喔 沒記錯的話 所以打步兵單位他還是有反制方法 欸 雅米尼亞人沒有火槍 但是喬治亞人卻有火槍 真的是雅米尼亞人 有點尷尬 要什麼沒什麼 好 後方城堡堡在後方 OK 那目前MBL處於劣勢狀態 那莫拉斯帕在這次改版當中 也是修正了他對建築物阿 工兵阿 還有一些單位的這個外增上效果 所以他現在沒有這種 額外增上的強力傷害了 所以守司城鎮中心喔 這個畫面 我會讓我三四十隻喔 才有可能再看到 二十幾隻的莫拉斯帕 想要這樣撕掉也不太容易了 好 這裡果然轉出了大量火槍 那喬治亞人打火槍要怎麼打 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出投石車 或者是弩炮 不然就是大量送爛武士喔 都是很好解的 不然就是轉出遊俠 也可以考慮 哇 這邊巨頭直接被包住 想跑都跑不了 直接被戳爛 兩台巨頭直接送光 塞爾特爾的遊俠 算是遊俠裡面最爛的遊俠 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到底什麼時候要出遊俠 其實有點看情況 我覺得這個情況不太適合出遊俠 畢竟對方還是有在出莫拉斯帕 而且自己的野石喔 也還沒有挖乾淨 對方待會看到也有可能會過來挖 好 正面這根堡還是沒有拿下 好 火槍出來了 好 這時候賽特爾人補下了松蘭武士 還有三級的步兵板架 那喬治亞這邊火箱稍微每個地方 都需要大概15隻左右的火箱喔 就OK了 那目前城堡還有兩棟 這裡出松蘭武士喔 算是偏極限 兩根堡要量產松蘭武士 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喔 好 這邊吉兵戳羅車 看來是沒有額外增傷的 他並沒有擁有這個馬屬性 而是劍屬性 那現在這個版本呢 現在 你把這個松蘭武士送到敵人的伐木場 他也不會優先打羅車 而會先打村民 這一點這個細微設計 我們覺得做得蠻好的 好 城堡蓋在這個高處 終於在正前方補了一根城堡 這樣防守就不會有太大的壓力在了 但是損失了剛剛那些劇情投石機 現在喬治亞人 攻擊暫緩了一下 並沒有繼續產出劇情投石機 進行攻城 MBL這邊也是轉出了松蘭武士的精銳升級 好 火槍上去 想要包掉 但是怎麼打的是後方城堡呢 哎呀 MBL這邊小小的操作 稍微失誤了一下 沒有關係 松蘭武士還是繼續往前衝 好 有火槍的話 松蘭武士的數量不夠多 還是會被打退的喔 而且三攻也還沒有好 MBL似乎衝動了 沒有等三攻好就上前了 雖然有這個三級攻喔 好像也不一定一定能打得贏 最近對方有城堡 我想也會拉打 也可以進入城堡裡面 這樣子 調戲MBL的松蘭武士 這是高手採用的一個策略 好 喬治亞這邊也補下了三級攻 自己的騎兵也升級到了最高傷害 但是精銳還沒有補下 那這裡要趕快補下精銳喔 莫娜斯帕的防護率才會變成五防喔 五加三 遠防 喔不 近防八的 騎兵喔 好 上方這邊偷偷蓋一根堡 好 但是喬治亞並沒有發現 剛剛發現的時候 已經被MBL圍了起來 這根堡應該是能蓋得好 燒爛士上前 就是對著巨型投資機一陣爆打 後方的火槍 直接被槍兵給引誘走 燒爛武士上去 打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燒爛武士現在是全滿狀態 十次加四 跟遊俠的傷害是一模一樣的 打粗米只要三刀 就能搞定一隻 而且攻速極快 好 正面巨型投資機雖然來到了四台 來不及修 修不回來 哇 這邊城堡就還是掉了 OK 沒有城堡的話 松爛武士就會無形往前 哇 沒有精銳的莫娜斯帕 扛不住松爛武士的傷害啊 好 松爛武士 但是 開始有點在下水角了 但是 這邊的兵好像越補越多 水角好像也沒有下得非常嚴重 哇 用巨頭來炸火槍兵 這裡按到一些棒棒 應該是按錯了 好 上方城堡也是被對手給拿下 MBL好像沒有及時修理起來 好 兩邊大戰 看起來火槍是機嫌守住 下方有一隊小隊開始往下衝 但是MBL已經開始在做好 防守準備了 槍兵跟松爛武士 也依序到達戰場 但這邊民兵怎麼越按越多啊 這真的是按錯嗎 應該是按錯吧 應該不是BAM吧 他可能在按松爛武士的時候 不能切到均勻喔 然後就按出了這個 民兵出來 看起來MBL還沒有說我贏耶 這一把比賽 你要確定耶 MBL 後面這坨野金 喬治亞居然也沒看到 現在喬治亞想要把這塊金拿回來 好 正前方 目前還是用巨型投石機去攻擊 喬治亞前方村民 但是覺得有點太大膽了 而且賽爾特人 MBL也沒有轉出其他工程器單位 例如什麼投石車啊 弩炮之類的 哎呦是應該一動城堡 要不要駕了 駕起來吧 但是感覺這是要引誘MBL 去把巨頭駕起來 MBL會上當嗎 也不算上當 偷一架嗎 還是要架 先架再說 拆了就對了 OK 這裡 抄治亞的火箱在前方 先解掉了一些步兵 想要讓MBL的步兵先撤退一下 利用自己的城堡收入費 很便宜的優勢 還有這個高地點的減傷非常多 這裡用巨型投石機 反制了一些火槍掉 火槍的數量開始慢慢減少 變成剩下14隻的火槍 好 在他這邊開始有點斷金 大量的收入武士 加上槍兵直接往上上前 莫拉斯塔在高地 居住期的最後一道進攻 莫拉斯塔變成引誘線的防禦起來 但是現在入入高地之處 是MBL 好 在他這邊損失了自己的高地 火槍兵也是全速被解決掉 好 這邊用少量的莫拉斯塔 也沒有辦法收掉巨型投石機 看來前方這根城堡 然後殞弱也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四台巨型投石機 拆城堡速速特別快 好 這邊努力修 哇 修得很辛苦 哇 修不回來 打出了GG MBL呢 這一把是打了一個 鬆爛武士配槍兵的一個壓制 也沒有出太多工程器 那喬治亞的前期 防止這個賽爾特人的投石車 防得細節 我是覺得 這個是 比較少見到看到的這個細節 所以還不錯 跟大家分享一下 注意啊這個招響 一定要注意對方的投石車 沒有在高地才行 那下方喬治亞人 雖然一直有擴張出去 也控到了賽爾特人 這邊的石頭 但最終 MBL的暗攻 還是略勝一籌 那如果莫納斯派 升到金瑞的話 黃金數量還夠多 後面這坨黃金 有繼續挖掉的話 可能比賽的結果 也會有所改變 也輸不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們